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介细词 你看它有四个意思 after有六个意思 所以这一集就across ok and after 就两个 因为它意思多一点 那我们先看呢 across 所以有些人他只知道说in by with at on 这些他知道是介细词 好像有些人像across他可能搞不清楚 aft大概也知道 我们这边全部讲介细词 像across 我们看他这边我列出四个意思 当然要是把文法书或者是字典 大一点的字典 要整理出来大概七八个都可以 甚至更多 就是主要的意思 第一个分 one side to the other off 就是从一端到另外一端 我们中文就讲很越过 越过 比如说我们造句子最清楚 don't walk across the road when the traffic is red 我们这边讲个traffic line L-I-G-G-T 可是前面呢 我们习惯加一个定管词th-e 不定管词就是a-a-n 不要这个过马路 但有条件啊 when 当 当这个交通号子的灯啊 是红色的时候 不要过马路 你要绿灯才能过 这个across the road 但是across 跟cross是不一样 cross是动词哦 也可以当形容词哦 但是across才是介细词 所以不要搞错啊 cross跟across就差一个字 呲信就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意思呢 on the other side of 或者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在对面 第一个字 你人要过去吗 第二个字他就在对面 我们看例子 my house is just across the road 不是我的房子呢 我家了 我家了 我的房子呢 越过马路 那房子不动产了 不能动就不动产了 现金叫动产了 股票 证券也是叫动产 因为它随时可以变现嘛 房子这些 房子不能动的 不动产 在对面 所以不是我家里要越过这条路 我家就在对面 第一个是过马路 第二个在对面 第三个 someone is to cross 就是可以交叉 他在对面 he is standing with his arms across each other 这边又不是过马路 也不是在对面 他正在站着 with his arms 但with也是 借其词 你看借词后面那家名词 或名字片语嘛 across each other 就是交叉着 什么叫 each other 互相嘛 两只手臂嘛 两只手臂 叫 each other 三个以上 叫one another 在两个中间叫between 三个以上叫amone amone 他站着 然后他的双手交叉着 你看 across each other 后面永远是 这代名字也可以啦 with across each other 名词代名词都可以 像 h 他也可以 也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代名词 所以后面不管接名词 代名词都可以 所以互相 代名词 代替前面arms 所以主词呢 名词是主词嘛 代名词也可以是主词 而甚至呢 这个什么各种片语 动词片语 形容词片 名词片也可以当主词 这边顺便提一下 再来一个意思 to find meet 发现或者遇到 the scientists has come across important new evidence 这个科学家呢 has come 动词是come the has 是注动词 它不是有的意思 而注动词 表示这个 表示一个完成式 它已经 已经 我们就说已经 或一直以来 across important 因为有的时候 它会跟那个 动词连在一起 但它这边 当然是解析词 across important new evidence 就是发现了 遇到了 重要的 新的证据 这科学家找到新的证据 它后面一定加 名词 名词片语 across 发现 一般讲 counter cross 一般这种比较连在一起 常用 the scientists counter cross important new evidence 所以它有 很越过 在对面 交叉着 腿啊 手啊 或者其他东西交叉着 或者发现 或者遇到 发现跟遇到不一样 发现是你主动发现 遇到是 不期而遇啊 所以我们这个 也没有每一个都去造句子 就讲个大概 所以这个中文意思要了解 这样after 大家一定很清楚 在什么之后 它可以behind in time place order 这个本身就可以切成三个啊 在什么时间后面 我们就可以一个意思啊 在什么地方后面 也可以一个意思啊 在什么顺序后面 不要 我们就把它弄在一起了 弄在一起 所以它本身就有三个意思 搞不好还有 除了时间啊 地点啊 顺序 搞不好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后面 在某一个时间 或场地 或顺序后面 比如说 summer comes after spring 春夏秋通嘛 春秋后面就是夏天嘛 这有时候 外国有些名字叫summer 这我以前有个同学叫 就叫summer 又有人叫spring 少一点 就是不只是一般 David啊 是Mary啊 John 可以啊 印第安 像印第安的名字就是 蓝天啊 白云啊 骏马啊 羽毛啊都可以 日本人也是什么 这个山下啊 这个田中啊 田的中间 山的下面啊 都可以去 所以日本人跟印第安 都喜欢从大自然来去 夏天在冬天的后面 after 顺序 这个顺序 比如说after you please 我们这很简单 就是说 通常男女啊 他进电梯要进门 男的有生事工作说after you 女士请优先 女士先请我走在后面 为什么啊 你说走到前面 会不会有危险啊 你知道背后暗算我 他道理就说 我保护你啊 不是说你在前面 我暗算你 或者说前面有危险先走 不是 当初的意思就是说 我 在后面保护你 万一你摔倒了 或者是 有什么状况 我可以扶你一把 保护你的 保护你的意思 那同样的就像中世纪啊 歧视啊 当初呢 当初为什么要走右边呢 就从歧视来 你说现在开车啊 当然现在国家有的 走右边有的走左边 不一样 那为什么大部分国家走右边呢 因为歧视啊 大部分是右手人多啊 那手呢 这个 放在右边 我们走右边 就左手 左手跟人家面对嘛 两个都左手 会比较靠近嘛 就表示说左手 没有什么威胁性啊 因为我的枪啊 毛啊 什么盾 什么东西 武器在右手边 所以我们走右边的话 我走右边 你对面过来 两边是左手 会碰到 没有影响 要是两个走相反 走左线倒的话 那不是 两个右手对刀 随时可以刺一下 所以他很多事有道理 那后来有些走 左边是不是左撇子多啊 他说 在你后面 他也可以是 in pursuit of 追赶追求 追赶跟追求不一样 又有差别 the African hunterish after lion 这边就不是 不是这个非洲猎人啊 在一只狮子后面啊 不是 追 追着一个狮子 那你也可以说 我在追求一个女人 不是我在一个女孩子后面 我在追求她 所以很多事要看上下文 所以他也可以追赶追求 那我们就不要那么细 不要说每一个意思啊 都去造个句 我们就是 大概就是 意思 造一下 但是我们口头上会说 他 这是追赶嘛 他可以追求一个女孩子 或追求一个理想抱负 都可以 这全部都造去造不完 in honor of in imitation of 就是 in honor of 就是以什么为荣耀 就是 纪念啊 in imitation of 就是仿造 神照着自己形象造人 所以他有这个 纪念的仿造 这两个可以猜出来 也可以说 我们说 第三个意思是纪念 第四个是仿造 也不用 不要那么麻烦 两个相近的摆在一起 比如说 i rea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int after Li Bai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oint 就是我写了这首中国古典的诗 就是什么 绝句啊 律师等等 after 仿造 这边就不是纪念 仿造 当然也是有点纪念意思 这两个有点相近 可是其实意思不一样 仿造 李白 他自己外观看不懂 李白是谁 一个有名的 古代中国的一个诗人 i rea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int after Li Bai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oint 所以你看 又是在什么世界啊 顺序啊 场地之后又是追赶啊 又是追求啊 追求理想啊 追求女人啊 追求什么 尤其是纪念啊 我纪念他啊 或者我模仿什么东西啊 意思很多 所以为什么大家常常觉得 戒系词好麻烦 意思多啊 词性是单一啦 意思好多 当然他也可能同时是负词 戒系词负词 有可能是戒系词 又是连接词 有可能是 有可能同时是关系代名词 意思很多 甚至还有变形容词的 所以大家就碰到这个 到底是什么词性啊 就算全部是戒系词的话 到底他是纪念啊 这个仿照啊 抄袭啊 追求啊 搞不懂 还有鱿鱼啊 虽然啊 连续等等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把一网打尽 当然 像反正YouTube 你可以随时看第二遍吧 反正一回声二回声 多看一下 但就算你记不住 至少你知道 哦他有这些意思 就熟悉一下 那以后你碰到的时候 你虽然一下子 不确定他什么意思 但你知道 哦他有很多意思 不要一厢情愿的 说 AFT就在后面 他碰到他是追求 追赶 纪念 仿照 鱿鱼啊 你就死了 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有很多意思 所以我们有这种想法 以后 以后碰到一厢不确定 我们可以猜吗 猜猜看嘛 看上下文嘛 猜中几率很高 但是你若只认为 他是一个意思 你连猜都不猜 那就卡卡了 3卡 5卡 这边卡 那边卡 他也可以是鱿鱼 After I'll be done my girlfriend decided to marry me 就是鱿鱼呢 我所做 鱿鱼跟虽然不一样 虽然是后面不一样 这个是逆向的意思 鱿鱼就是瞬接的 鱿鱼怎么样 就是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鱿鱼所有我做的 鱿鱼我的所做所为 所以我女朋友决定嫁给我 那表示啊 我平常对他很现印象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那也可以是虽然 in spite of After Those after I'm down I still fell 虽然呢 我很努力 这些很努力 我所做的努力 但是我 我仍然示范 你看两个意思 前面是 鱿鱼怎么样 所以我怎么样 另外一个 虽然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所以两个差很多 那也可以是 Following continuously 就连续的 I told my son to bully Elder kids Time after time 他就说 我告诉我儿子 不要去 Bulling什么 霸凌 就这个Bulling 当然他用B-U-L-L-I-N-G Bulling 就很像霸凌 他的原型动词 Bulling 也可以是名词 不要去欺负其他kids kids kids也可以当小羊 小羊 小孩子也可以是小羊 这个复述 甚至可以是当小羊 小羊 小羊肉 都可以 Time after time 一次接一次的 不断的告诉他 反复的三令五声 不要欺负别的小孩子 She means her love Day after day 他想念 当然也可以是错事良机 所以我很多次要看上下文 我们看中文也是一样 有时意思 他意思多余 中文有意思多余 看上下文 他日复一日的想念 他的爱 但是不是爱 就爱人 当然 我们这边加一个 R就比较没有争议 比较没有争议 She means her love Lover Day after day 每天想 所以你看他有这么多意思 这是我现在12个YouTube 大部分是讲英文的 教英文的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最后念一次 那他的意思就不管了 就熟悉一下这些继续词 然后从造句我们就熟悉一下意思 Don't walk across the road When the traffic light is red My house is just across the road He is standing with his arms across each other The scientists count across important new evidence Now after the Jie Xici Some accounts after spring After you please The African hunters are After the lion I wro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After Li Bai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oet After all I have done My girlfriend decided to marry me After all the After those after I have done I still fell I told my son not to bully all the kids Time after time She means her lover Day after day 所以一次接一次的 日复一日的 夜以继日的 这些东西 就是连续的 好 这句讲这里